上一期咱们聊了聊犹太人前期吃的一些苦 不少人可能觉得用华人来类比犹太人不对 我看到评论里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 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万邦来朝 而犹太人被欺负了上千年 所以犹太人一定有问题 其实就像我视频结尾里说的 旧约的约伯记里 约伯的朋友正是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换成中文 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上期咱们把主要的篇幅都花在了讲历史上了 没能花太多的精力来代私货 所以今天咱们就多来点私的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惨 再说说为什么犹太人后面又能起来 上期咱们稍微说了一下犹太教 其实用犹太教来笼统的介绍犹太人的价值观不太准确 早期的犹太教里也有不同的分支 当罗马人刚刚征服犹太人的王国时 犹太教里已经有了四股不同的势力 第一支是萨都该派 可以理解为太子党 这些人基本都是早期犹太教创始人的后裔 属于犹太教里的贵族 第二支叫法利塞派 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 里面有各种学者医生律师什么的 第三支是爱塞尼派 这支就很神奇了 主要由农牧民阶层组成 过境遇留生活 属于与世无争的那种 最后一支是分位党人 主要由社会下层的无产者贫苦手工业者组成 我这个分法其实不那么准确 分支里当然它也存在重叠 比如说一个犹太教的贵族 他也有可能去到分位党里面领导平民搞运动 但是从绝对数量上来看 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罗马人对犹太人非常的不友好 又是歧视又是压榨的 但是大家觉得 是不是犹太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不满 其实也不是的 因为管理犹太人还是要用到犹太人 萨都该派和法利塞派 就是犹太人的管理者 随便罗马人怎么折腾 他们的利益基本是不受损的 所以他们都比较随进 或者说是配合统治者 爱塞尼派都在过自己的禁欲生活 所以也就不太有所谓 最不满的当然是被剥削者 分位党 所以当犹太人再也受不了罗马人的高压统治 爆发起义的时候 这个起义是犹太教里的分位党组织的 他们基本争取不到犹太教上层的支持 不但不支持 估计还反对 因为分位党起义的时候 首先就是冲进了犹太教圣殿 把里面的债务账策给焚毁了 说穿了 就是犹太教内部也存在剥削和被剥削 犹太人起义 首先反的是犹太教腐朽的高层 然后才是罗马人 分位党人连续三次起义 三次被镇压 精华被一扫而空 注意 这里的分位党人 不一定都是指穷人 也包括那些能够组织穷人的人 一个农业社会的民族 如果它动员不了穷人 你觉得它还会有战斗力吗 那么后续犹太人四散的迁徙 与其说是被罗马人打散 不如说是犹太人对犹太高层的失望 整个民族失去了凝聚力 另外迫害犹太人最厉害的还是基督徒 我们再说回耶稣的基督教 恩格斯在他的原始基督教史论中 对早期基督教有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 他说基督教最初是奴隶 自由民 穷人 无权力的人 以及被罗马压制 或者离散的人民制宗教 耶稣是个犹太人 他生儿就属于犹太教 他所创立的宗教 早期在教义上 基本都是照搬犹太教的 说穿了 基督教就只是犹太教的分支 区别是犹太教 由贵族祭祀 以及中产文人们所掌控 而基督教早期 则主要面向穷人 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的西门 基督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斗争是什么呢 恩格斯认为 其实就是阶级斗争 耶稣为什么会死 耶稣传道短短三年 追随者已经基督庞大 他批评犹太教领袖的 行事主义和伪善 接近犹太社会所鄙视的罪人和底层人民 让泥腿子们开始有所觉悟 这让犹太教的领袖们十分仇视他 所以犹太教的领袖 以自称神的儿子基督 这样一个亵渎罪名的抓捕了耶稣 然后把耶稣压到了 罗马的犹太行审的总督府 又说耶稣煽动犹太人反罗马皇帝 这才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件事 从这个时候开始 犹太教的高层和犹太教的底层之间 分裂其实已经开始了 又过了差不多30年 才发生了前面说的犹太教的奋锐党起义 犹太教就彻底崩裂了 恩格斯认为 早期犹太教是犹太民族中的贵族 法学者 文士 大商人 以及所谓耶路撒冷的大家的宗教 他们的宗教 深深的带着民族的特殊色彩 它是民族性的排外的着重形式的 而原始的基督教徒 大多是普通的底层百姓 甚至奴隶之流 这个时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斗争 其实就是阶级斗争 很明显 优势在基督教 这跟共产党起家没啥区别 后续基督教的盘子越做越大 就开始脱离了犹太人的种族桎 变成了欧洲人的宗教 而由于犹太教 有犹太种族这么个限制 它只能是犹太人的宗教 外族他可以信犹太教 但是信了犹太教 从教义上来说 你就是犹太人了 这和你是一个昂萨人 可以成为昂萨的基督徒 日耳曼人可以成为日耳曼基督徒 是两个难度等级 两种不同的入教方式 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斗争 逐渐就有早期的阶级斗争 转化为对你犹太人族群的斗争 这个是犹太人惨的前两个原因 犹太教本身的不团结 使得犹太人被罗马人干爆了 宗教设计上又不如基督教先进 所以又被基督徒爆干 不过作为古老的一神教 还是有大量的犹太人不愿意放弃的 这些犹太人似散于各地 由于政府和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 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 所以只得经商 加上宗教的纽带 使得犹太人的贸易做得非常不错 我以前在中国商人 为什么地位低下那些讲过 中国的统治者是相当不喜欢商人的 独裁统治者并不需要GDP的上升 他们需要的是稳定 而商人是一个明显的不稳定因素 西方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描绘的乌托邦 就是一个所有公民都在地理劳动 而所有外邦人都只能做工匠和商贩的社会 如果说犹太人前面被欺负 是少数的富人和中产 干不过广大的穷人的话 那么中期就变成了商人 干不过统治阶级了 一方面是犹太人的存在 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另外一方面是他们能凭什么你来赚这个钱 上期咱们讲过 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会去抢犹太商人 十字军他也不是傻的 抢犹太商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犹太商人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路 西方的高层他也想插进来分一杯羹 为了把这种抢生意合理化 所以才冠上了宗教的名头 跟今天看你不爽 政府就查你的税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说只是政府去干犹太人 犹太人的处境还不会太惨 问题是普通百姓他也恨犹太人 除了宗教问题 更重要的是犹太人还赚了一种非常好赚 但是特别败名声的钱 就是高利贷 很多欧洲的文学作品 都把犹太人描绘成一副贪婪狡诈的模样 主要还是因为欧洲放高利贷的 基本都是犹太人 为啥犹太人这么厉害 其实他也不是犹太人厉害 是因为基督教不允许基督徒放贷 就是这么简单 作为欧洲的农民阶级 工人阶级 甚至地主阶级 对不是生产的高利贷业者 好听点 就是银行家 都是相当不满的 马云为啥会被喷 我不觉得他创办淘宝 成为首富这回被喷 关键原因还是因为马云的蚂蚁金服是放贷的 甭管他的贷款是不是帮了别人 公正本能的会不喜欢做这种生意的人 马云好歹还是中国人 假如有一天在中国放高利贷的都是韩国人 民众会怎么想 我看到评论区里还有一个观点 说为什么犹太人会很惨 这是因为犹太人 他不愿意融入主流社会 这个观点其实不完全正确 就好像我们很武断的说 在海外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融入本地的生活一样 那么实际上在基督教兴起后 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改姓了基督教 这些犹太人也非常努力的想要融入所在国 然而歧视并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欧洲国家基本都从政策上歧视犹太人 很多行业犹太人不能碰之外 犹太人还必须定居在特定的区域 衣服上必须挂特定的标识 这倒逼了犹太人只能抱团取暖 他们的这种行动又使得欧洲的其他民众 更加的仇视犹太人 加上谁都会对生活有点不满 政府和有心的团体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有事没事的就把问题灌到犹太人的头上 所以即便犹太人选择改姓选择融入 歧视不但没有消失 到了近现代甚至还加剧了 因为到了近现代 民族这个概念逐渐产生了 欧洲人多数是蓝眼睛的亚利安人 而犹太人则是从中东过来的黑眼睛的闪米特人 欧洲的种族主义者认为亚利安人要比闪米特人更优秀 至于亚利安人里的热曼人则是优秀中的优秀 欧洲的种族主义者认为 犹太人融入欧洲比不融入还要可怕 因为一旦融入了 就意味着犹太人的血液会混入亚利安人的基因中 从而玷污了亚利安人的纯洁 甚至会使得亚利安人的血脉发生退化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最好尽快驱逐犹太人 如果驱逐的成本太高 那就肉体上进行消灭 这也是我们上期讲的欧洲历史上好几十次 驱逐犹太人甚至屠杀犹太人的原因 讲到这说了这么多 都只是在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惨 总结下 最初是因为犹太教的宗教中上下脱节 犹太教无法代表广大的犹太群众 导致基督教的崛起 其后是因为犹太人被限制仲钱发育 限制融入主流社会 不得已只能专心经商 然而却又不为统治者和其他族群所起 到最后习惯成自然 哪怕犹太人想要尝试融入欧洲 也因为种族主义的盛行而失败 那么犹太人到底是怎么起身的呢 有人会说是钱 工业革命之后 欧洲迎来了真正的资本主义 金钱的影响力开始急剧攀升 但是这可能还不是个主因 如果一个民族有钱就能牛的话 德国就不会在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了 现在的阿拉伯土豪们的影响力 也不会那么差了 到了19世纪后期 犹太人的确是越来越有钱了 但是各国的反游运动也愈演愈烈 所以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开始串联 希望能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西安主义 但是西安主义开始搞的是很失败的 分享一个冷知识 一战时期很多德国的犹太青年 踊跃加入德军 原因是巴勒斯坦处在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之下 而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盟友 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非常的暧昧 犹太人感觉有机会 所以就出钱出人出力 结果德皇却只想白嫖 于是犹太人又转而支持英国了 这个也是后来希特勒图犹太人的一个原因 因为德国人觉得就是这帮犹太人没信意 临阵倒戈 才导致德国战败了 英国这边为什么愿意帮犹太人呢 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算计 一方面是英国人也想白嫖犹太人 另外一方面 巴勒斯坦处于战略要冲位置 犹太人如果打算借英国的力量在这里复国 英国就能把自己的兵力长期的赖在这个地区 这个不但能够使得英国占据的苏伊士运河东边有一道屏障 而且能够战略威慑整个中东地区 于是英国在1917年就发表了贝尔夫宣言 表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 宣言中以非犹太社团几个字 一笔带过了拥有巴勒斯坦97%土地的阿拉伯居民 为今天的巴以冲突买下了霍根 但是为什么我说西安主义开始搞得很失败呢 因为首先英国人他也不完全站在犹太人这边 其次你要搬去人家房子里 那无主他不同意 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之后 当地的阿拉伯人当然他就会开始反抗了 阿拉伯人于是袭击犹太人的聚集点 英国的军队破坏公路铁路等等 把英国人搞得非常头大 而犹太军队的实力在这个阶段膨胀的也很快 到了1939年底 已经有13万犹太青年登记参加英军了 但是英国人当然知道这些军队的中程度是很低的 并且犹太人还偷偷的在巴勒斯坦 逐步发展出了完全不受英国控制的特种作战小队 英国想要的是一个在自己掌控之下的巴勒斯坦 而不是一个混乱的巴勒斯坦 也不是一个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 于是就开始打压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动 希望在巴勒斯坦搞一个巴以分治 这个也是祖传的老手段了 因此在1939年 英国正式开始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 并且禁止犹太人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 1940年 英国在巴勒斯坦北部的海法附近 拦截到了两艘犹太难民船 当局拒绝这些难民入境 结果船沉了 造成250人死亡 C年底又有一艘名为斯特罗姆号的船 因为相同的原因被拒绝进入巴勒斯坦 最后滞留在海上时沉没 只有一人生还 二战结束后 原来游击打纳粹和阿拉伯人的犹太武装 原地就联合组成了西伯来抵抗运动 随后就对英国发动了一系列的警告性打击 他们在巴勒斯坦全境破坏铁路 在饭店放炸弹之类的 1946年 西伯来抵抗运动 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 炸死了91个人 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直接把英国绅士给羞了一脸 就为啥犹太人这么有底气 敢直接挑战日烧落帝国呢 说到这 咱们终于要说到今天的重点了 那就是美国对犹太人的支持 咱们稍微来说一下美国的犹太人 因为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 和欧洲的犹太人完全不同 据史料记载 犹太人移民北美最早是在1654年 这一年葡萄牙在南美打败了荷兰 抢了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 殖民地上的23个犹太难民 就逃去了荷兰在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 1664年 英国又从荷兰手上抢走了新阿姆斯特丹 并且给这座城市改了个名字 纽约欧洲人在北美的殖民地 当然他要遵循欧洲的老传统 返游了是吧 但是新大陆 他毕竟没有欧洲那么根深蒂固的返游基础 所以犹太人活的还算可以 1740年的时候 英国国会还通过了允许犹太人规划北美殖民地 从而成为英国臣民的法律 因此在英国统治的期间 有上千的犹太人来到了纽约 犹太人的特点我们上期已经说过了 勤劳受教育程度高 有相对团结 加上在欧洲积累出来的经商经验 所以这些犹太人在北美上升的很快 初期还都只是做做什么杂货店铺 当当手工业的打工仔之类的 一段时间之后 就已经有些人开始从事资金量需求比较大的快国贸易了 70年代美国开始打独立战争 为了跟英国巨无霸对抗 美国的国父们希望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手上拥有些资金的犹太社团 也算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了 于是华盛顿在写给犹太社团的信中表示 我们不赞许偏执行为 也不帮助迫害者 这话一放出来 犹太人马上就积极的出钱出力 也算是为美国独立凑了个份子 算是半个自己人了 美国独立后 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少量但稳定的移民美国 为什么量不大呢 首先是北美这个时候 它还没发展起来 你想想美国没独立之前 英国都是往这边流放囚犯的 这环境能好到哪去 另外我前面也说了 犹太人曾经尝试融入欧洲 术语叫做犹太启蒙改革运动 这个时候犹太人正在尝试搞融入 欧洲社会初期也给了犹太人一些包容 只是后来欧洲经济不太好了 1848年又发生了民族支撑 欧洲各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革命 革命过程中物价急剧上涨 这事怪谁呢 肯定还是怪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的启蒙改革宣告失败 从这个时候开始 大量的犹太人开始移民美国 到1880年 美国的犹太人口已经达到了25万 80年代之后就更猛了 上一期我不是说过吗 德国人反有厉害 俄国人也不差 俄国人打算肉体消灭 境内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只要长了脚不傻的犹太人 第一反应肯定是跑路 鉴于整个欧洲对犹太人都不友好 所以很多犹太人都逃往了美国 到了1920年短短40年时间 犹太人的人口就由原来的25万 增长到了350万 1933年之后 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 又有20多万素质相当不错的犹太人移民美国 像爱因斯坦 就是这一年去的美国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 还不像今天这么强 甚至在20年代 由于过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 加上当时失业率上升 美国也出现过反游 著名的三开党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犹太人在搞复国运动的前中期 美国犹太人基本都没有参与 早期犹太复国运动是由德国犹太人主导 然后是英国的犹太人主导 美国犹太人对复国这件事情是比较淡漠的 这个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是美国的犹太人过得还不错 他们不需要搬到一个新的犹太国家 而且搞西安主义 很可能引起美国国内反游主义的抬头 让美国犹太人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生活 又受到影响 第二个原因是欧洲那些被压迫的犹太人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巴勒斯坦建国的 不少人觉得美国就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与其花那么多精力跑去巴勒斯坦吃灰 还不如直接宰点钱去美国洗盘子去 而且作为美国的犹太人 他当然更希望自己住的地方是犹太人的大本意 所以去巴勒斯坦搞犹太复国和犹太人来美国定居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我凭什么帮你们把巴勒斯坦建成圣地 而不是我们美国呢 所以美国的犹太人他很难全身心的支持犹太复国这件事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虽然在1894年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跃升到了世界首位 但是美国一直实行的是门罗主义 简单的说就是孤立主义 只要你们不来惹我 我也就不去搞你们 美国政府没有意愿去管欧洲的事 你犹太人要来美国那可以 但是要让我去管犹太人那不可能 英国是在1939年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 欧洲的犹太人立马就表示了反对 美国的犹太人这边什么时候才正式开始反对的呢 要到三年后的1942年的5月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呢 1941年的12月 日本袭击珍珠港 美国正式露出獠牙加入了二战 从这一刻起 美国就终于不打算继续只做经济上的大国了 成为世界警察的圆梦之旅 就此展开 1942年的5月 来自美国的600名西安主义领导 以及其他17国的代表 在纽约举行了会议 讨论反对英国对犹太人复国的撤肘 号召实现贝尔夫宣言 会上通过了比尔特摩纲领 要求英国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 要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 并且加入民主的世界 11月 世界西安组织执委会 表决接受了比尔特摩纲领 美国派基本就此控制住了西安组织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同年 美国的40多位州长和议员上书罗斯福大总统 要求允许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美国的拉比中央会议决定资助一支犹太军队 去帮助英国人赢得战争 顺带着大量的资金和武器就被送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 哈加纳 美国的拉比中央会议是个啥呢 这是个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改革组织 主要就是要把来美国的犹太人改造成美国犹太人 他们原本是相当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 为什么美国在犹太人复国的问题上 态度变化这么大呢 有不少人说是因为犹太人的游说集团 现在的犹太游说集团确实牛逼 但是二战期间犹太人有组织的在美国游说 要从1943年怀斯和夏尔夫两个人 担任美国西安主义紧急理事会的共同主席才开始的 但是这是美国明确要介入犹太人复国问题之后才发生的 这里面有一个前后的顺序 是美国政府先想 然后犹太人才劝的 40年代时 美国在中东基本没有什么实力 美国他就特别迫切的希望在中东出现一个自己的盟友 有人可能会说 英国不是美国的盟友吗 一起打德国的时候 当然算盟友 但是战争一结束 美国最想做的就是把原来的世界第一英国踩在脚下 所以犹太人复国 简直就是磕水来了送枕头 为啥犹太人这么牛逼敢袭击英国人 国民党告诉美国日本要袭击珍珠港 美国也不信 为啥本拉登的人能开着飞机如入无人之间的撞大楼 用阴谋论都可以很好的解释 不管这些阴谋论是不是真的 总之1944年罗斯福表示 不赞同英国在犹太人复国问题上的态度 1945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压倒性多数的议案 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帮助犹太人建国 1946年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表示了对先安主义的支持 1947年英国把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交给了联合国 11月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支决议 1948年色列建国 我个人认为犹太人能够建国和美国人希望削弱当时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相比较而言 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在以色列建国这件事情上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二线结束之后 作为当时制造业霸主的美国 急切的需要全世界国家向他们打开市场 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就如同今天的中国希望美国及其盟友打开市场一样 所以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在当时以色列只是美国众多棋子中的一枚 美国到以色列的援助和扶持并不是说亲近权利 而且后来美国在中东地区也发展出了更多的盟友 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这些都是美国事大事的盟友 所以你以色列只是N分之一而已 这个时候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并没有算很大 一个棋子而已 你凭什么影响其手呢 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 犹太人对美国政坛的渗透的确也要领先其他民族了 我们稍微来说一点 更多的细节可能还需要一整期的时间细吹 首先犹太人这个民族它特别适应资本主义社会 犹太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善于经商理财 这个就使得文化圈和商圈里的犹太人的比例比较高 而又由于曾经受过伤痛 所以犹太人的参政热情非常的高 因此在公平的环境中 犹太人可以以较低的总人口比例 在高端人群中占到一个不小的比例 而实际上犹太人还营造出了一个不太公平的竞争环境 现在大家肯定都知道 犹太人在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 这个里面情况非常的复杂 下期细说 院外游说集团包括很多不同的游说机构 这些机构基本都是在以色列建国后 犹太人在美国建的 游说集团有很多影响美国政团的手段 一种是直接游说和鉴决游说 大概就是给国会议员 政府官员们各种洗脑给好处或者上威胁 第二个方法是影响选票 美国的犹太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与此同时 美国犹太人投票的时候 政治倾向又很明显 候选人能力再强 只要不倾向犹太人他们就不投 甚至去帮你的对手 这个就使得政客在涉及到犹太人的问题上 他就非常的小心 第三个方法是影响舆论 这个其实和影响选票有点重叠 美国的犹太人控制了许多重要的报纸 媒体和新闻机构 新媒体那块控制的也很好 像Facebook的扎克伯格 Google的夏尔盖布林 都是犹太人 这些是影响普通百姓的舆论 犹太人还资助了美国大量的智库 美国素来是以学术自由闻名的 但是在美国学术界 以色列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教授们对犹太人 但凡是有些批评 轻则被骂 重则被恐吓 甚至人身安全会出问题 像我现在正在看的 以色列游说集团 与美国外交政策这本书的作者 米尔斯海默教授 就被亲以色列团体搞得很狼狈 犹太愿位集团牛逼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甚至还推动美国国会 建立监控教授 关于以色列言论的机制 我里妈 共产党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这种事 效果真的很好 美国人民每天看新闻 都觉得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人都坏坏 以色列是好朋友 政客要么支持以色列 要么不表态 要么就是犹太人 以美国第114届国会为例 100名参议员中有10个犹太裔 而犹太裔只占美国人口的2% 所以你看这参政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除了犹太人本身在美国身居高位 控制舆论 控制选票之外 现在以色列本身在中东的实力 也一直在快速增长 近些年由于美国产油能力的上升 与传统中东盟友那些产油国关系趋论 又使得以色列在美国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增加 而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 是不是真的就牢不可破呢 现在的以色列在中东 是不是就无敌了呢 大家回到我前面说的 犹太民族悲剧的原因 犹太人的阶级问题解决了吗 犹太宗教的排外性解决了吗 昂萨人对犹太人的歧视 真的就消除了吗 我看未必 下期咱们接着吹